大家好 歡迎再錄收看鄭老師同學會喔 因為最近會比較忙一點 所以有時候沒有來錄 但是接下來就是 下午我可能會有東森的節目 鄭老師同學會也會有 當然也是希望能夠為各位做個服務 因為畢竟這個盤難做 但是這個盤難做之中 它其實也是醞釀著機會 為什麼 其實你看到今天指數又漲 那指數漲了87點 如果你是執政黨的話 你是蔡英文的話 當然你看到漲87點 我們的經濟又很好了 我們的官員一定會這樣說 漲87點經濟很好 但是如果說 你是在股市操作的人 你看漲87點 其實最近大部分股票都跌了 你說台北股市 真的耶 一萬八千多點耶 對不對 你說經濟不好嗎 怎麼可能股市是經濟的櫥窗啊 對不對 一萬八千多點我們經濟應該很好才對啊 但是仔細看來 大部分應該都是今天又是台積電漲 今天又是台積電大漲 你說半導體聯電還躺在這邊啊 6770一上市之後就沒什麼高點了 一上市之後你看就 嘟嘟嘟嘟嘟嘟嘟 對不對 那天我還給你看那經濟日報有沒有 經濟工商 斗大的封面 公賀利基電上市啊 結果上市就最高點了 當然他還是會談啊 還是都會談啊 只不過你說怎麼講呢 就是這個盤亂就亂在這裡嘛 第一個美國聯準會又來搞一些小動作嘛 對不對 那再來你說國內的疫情 雖然說你說Omicron雖然他的輕症是比較多啦 重症機率比較小 但是大家還是會害怕 所以就在這個不確定的因素的情況之下 加上要過年了 快過年了 當然有些人就是要收回資金啦 有些人就要收回資金 所以賣壓就是比較沉重 這個這部分來說賣壓比較沉重 但是你說啦 我真的覺得你賣一賣之後啦 這個接下來你要拉起來是很快的 有些股票你殺了很低的之後 投信認賠了之後 那我跟你講投信認賠了之後 對不對 你要拉會很快 你要拉會很快 所以我覺得這邊也不用太擔心啦 有很多股票不用太擔心 反而是比較漲多的啦 有很多比較漲多的 本益比太高的 你自己要小心 比如說你說元宇宙 對不對 我一直說宏達電漲了三倍的 這邊漲了三倍的 又沒賺錢 你幹嘛在這邊去追呢 很多人那時候問我宏達電可不可以追 我根本就不想回答好不好 對不對 你要追你去追嘛 停損你自己停損嘛 就像說那時候有人問我 九十塊八九十塊這邊問我說 老師台陽可不可以買 我說我四十幾塊買 八十塊全出了 你要再去追這最後一段你去追吧 我不想回答 因為畢竟來說 它營收沒出來嘛 獲利沒出來嘛 你看現在跌到多少 跌到六十幾塊 股票是這樣子啦 你買對時機跟買錯時機 買得早買得對的價位 是差很多的 當然你說台陽下來了 如果下來我可能會再買回來 但是你叫我去買八九十塊的台陽嗎 不可能嘛 我們是帶會員買四十幾塊的吧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買四十幾塊吧 我也公開的操作 八十塊全出 那這次我說台積電的概念股 我說泰森是中砂第二 看好沒有改變 因為它利多都還沒出來 未來會有很多的好故事 台積電好它一定好嘛 對不對 那你說台積電要擴廠了 這些設備廠 尤其是高階製程的設備廠 絕對是受惠最大的 你說捷徑製程滑井電 你看一百八十六 八零二七呢 對不對 它有沒有機會 它有沒有機會 好好的去 真的要去找那種還沒有利多的 你說還沒有利多 對不對 股價還沒有長得很誇張 而且未來成長爆發性很大 我說不管漲或跌 我都會跟你追蹤 我不希望你亂追 我也不希望你亂殺 這個盤要漲還是要看台積電 對不對 我想我講了很久了 也都一一的印證 那你說航運股呢 說真的可憐啊 我說真的 你說陽明昨天收這個線看起來還不錯 如果今天這樣跟你破下去 量出來這樣跟你破下去 真的是有點弱啦 我真的這樣以K線形態有點弱 所以為什麼這邊我都公開的告訴各位 我說你手中有航運股來找我的我全出 全叫他們全部出掉 因為我的設定很簡單嘛 你航運股彈上去的肉少 但是下來的風險大 你有說做股票你要自己想 風險跟利潤的關係 我常講風險跟利潤的關係 如果說一檔股票上去 好 了不起只能賺50塊 但是下來呢 對不對 有可能再疊個100塊 他上去最多只能賺50塊 但是下來有可能疊100塊 你要不要做他 你要不要做他 我問你 甚至你120幾塊的陽明 講難聽一點 你到了160、170那邊 其實我認為那個壓力都很大 對不對 一百六、一百七就在這邊 前波的頭部這邊 有沒有 來到這邊這個壓力就很大了 你說上去還有多少的肉 沒有多少的肉 但是他下來你破下去 這個點一定是破的 我講實在話了 長縣這個陽明長龍 過了一兩年這個一定破的 這個點一定破的 我不會騙你 你過了兩年之後 你疫情還會嚴重嗎 你還會在塞港嗎 所以我們那時候經濟就不好了 那經濟不好的時候陽明是多少錢 陽明值多少錢 我問你 經濟不好的時候陽明值多少錢 最差的時候四塊錢 你確實在是沒有 你說聯電在漲價的機會 就是了不起剩下最後幾次啦 對不對 甚至很多已經功過於求了 就是已經產能都紓解了嘛 你看今天斗大的 跟你講鴻海賣天運賺了二十幾億 賣得爽爽的 是不是天運以前不好的時候是三十幾塊 正常的時候是三十幾塊 各位同學 正常的時候三十幾塊 所以你說有天運的為什麼 我都要叫他們賣 這邊叫你們賣 對不對 彈上來也叫你們賣 來到這邊我說不用殺低會反彈 但是你來到這邊我都是叫人家賣的啦 來到這邊我都叫人家賣的啦 我不管兩百七兩百八我都是賣的 兩百七就是賣的啦 你現在多少錢兩百一啊 敦泰勒 對不對 第一名的老師阿炮老師 買在這裡都不講啦 現在的地方多少 買在三百多 對不對 三百塊 這邊多少錢 現在多少錢 不講了嘛 他還是第一名嘛 對啊 吹牛第一名啊 我說驅動IC 是個價格很活潑的IC 他算不是很高階的製程 你真的要買還是要買高階的HPC 5G那些AI ASIC那些IC 比如說你說 三六六一的四星對不對 三四四三的創意這些的 或六五三一的愛卜這些東西 這些才是高階的東西啊 你知道嗎 這高階的IC 高階的製程 至少未來他都還有機會成長 你說這些低階的 對啦 你說 好啦老師 那個什麼 OLED的驅動IC 車載的驅動IC 會成長 對 會成長沒有錯 但是這個價格不會說 像過去那麼的好 會漲上來是因為缺貨 是因為疫情的缺貨 對不對 很多東西你要搞清楚 因為疫情而上漲的東西 它不是長久的 它只是一個煙火而已 就像鄧紫棋唱的對不對 那個煙火還蠻好聽的 愛思煙火對不對 愛思泡沫對不對 那真的就是一個泡沫嘛 這個才真的是泡沫 你說 連整會生息啦 縮表啦 這個泡沫就破了啦 對不對 你不如買鴻海買來套 我跟你講 還可以抵抗通膨的 說實在話嘛 對不對 你真的還會再成長的 還是長見好的趨勢的 別人很難進得來的公司 我說就算生息縮表 了不起震盪一下 它還是要給它一個公平的價格 但是如果說是因為疫情 去年這樣大漲一波的股票 你真的要小心啊 對不對 你說恆大 現在沒有人缺口罩了 你看 國內疫情好像也滿多人啊 對不對 但是股價就不會漲 你看現在多少錢 以前兩百多塊耶 那時候很多網紅 很多投信的 年輕的基金經理人 每個都在鼓吹 對不對 恆大要超越台積電 那時候恆大兩百多塊 台積電也兩百多塊 我看了我就很生氣 那這真的是胡說八道嘛 就是說你看這一年多來 就是股市很熱嘛 小白很多嘛 小白就是也不懂啦 我們說實在小白就是 剛入股市什麼都不懂 那就是看到股票漲就會很興奮 那就是會有一些網路啊 YouTube的節目啊 或者一些年輕的新的分析師啊 反正就是跟著瞎繳貨嘛 什麼漲就講什麼嘛 哇每個都比會吹牛的嘛 對不對 每個吹牛都第一名嘛 恆大要 恆大未來股價超越台積電 那時候兩百塊 現在多少錢 五十塊 剩四分之一 剩四分之一 對不對 美德一呢 有沒有也是一樣嘛 這個也剩多少 這個也剩六分之一吧 對不對 七十九到十四塊 很慘 所以真的啦 為什麼我一直還要在講 航運股 我說真的 能夠把握讓你逃命的機會 你絕對要逃命 你不要再相信那些什麼 會過錢高的老師的話 我說真的 我 怎麼講 我不是想要做你生意 對不對 我如果想要做你生意 我也可以學他們一樣不要臉 畢竟講 航運股講的最準的是我 對不對 這邊叫你賣 這邊我說 人家說底部 我說不一定 對不對 結果我又破底了 破底之後沒人講 我說這邊有人買了 開始要反彈了 但是上來我會調節 但是跌下來我說還沒結束 但是來到這邊我全部都叫人家調節 最準的是我 最準的是我 但是為什麼 我寧願說 真的希望你能夠調一些 能夠換股 因為太多的例子 你看這些的例子 對不對 這些的例子 那些都死不下 我跟你講到後來可能會都很慘 有很多股票真的會很慘 我不會騙你 你還是老老實實的買說 還沒發酵的未來會大漲 真的會比較實際 你真的 對不對 該要認清 很多認清 你看今天這麼的弱 好 那我們來解K線 你今天這樣子 這個有亮出來了 這個有亮 楊榮 萬海 萬海跟長榮 楊榮都達到季線 理論上 他明天就要表態 你就要談了 你明天 這兩個明天不談 那會比較辛苦 會比較辛苦 可能 再殺下來就會來到這邊 又會來到這邊 我不會騙你來到這個年線 那就又尷尬了 我跟你講又會尷尬了 所以 這個都是要去觀察 長榮也快來到季線 對不對 我想 我這段 最近我都跟你講 我 真的你要小心 別的老師跟你講 我還會再過高 過錢高 真的啦 虎爛的 吹牛的 安慰的 我覺得都不必要 真的 在股市裡面操作的是 是你自己的錢 那些老師不懂 不懂就算 你就不要去看他們的 對不對 真的有些吹牛的 有些虎爛的 有些不懂的 又裝懂的 真的你就不用去看 但是 我想我是不管從籌碼面 不管從產業面 不管從心裡面 我都告訴你 這個航運股 你要怎麼去做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希望你少賠 我真的是為了希望你少賠 因為 這個很恐怖嘛 對不對 他萬一處理不好 他們如果再破這個低點 你怎麼辦 我不是需要你啊 為什麼我對航運股 我這麼的謹慎 小心 因為畢竟你看到 這些的走勢 你看一筆比一筆低 一筆比一筆低 對不對 你說什麼 原剛最近彈上來 這個也是一筆比一筆低啊 後來 對不對 這邊也是一堆人搶反彈 死掉啊 去年很多人都在那邊亂搶反彈 後來都死掉啊 死掉之後呢 全部都死光光的才拉起來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些都是因為疫情受惠 出現了不正常的爆發的走勢 但是終究要回歸正常的獲利的軌道 他們正常獲利軌道在哪裡 除非你告訴我 老師我們陽明的船會飛 長榮的船會飛 長榮很省油 那個貨人比人家大 對不對 沒有嘛 你規模還是馬斯基 對不對 中遠航運地中海等等 賀波羅特那些東西嘛 對不對 我們也算不錯了 但是呢 你說你有outstanding嗎 沒有啊 你除非 對不對 同樣的金元代工 大家還是看台積電嘛 會講聯電好的 真的就是水準不夠 叫你去買聯電的 我說真的啦 水準不夠啦 真的水準不夠 做股票你要做最強的 你不是做 你不是去找那種短線強的 然後就 漲的時候哀哀叫 哇我厲害 我第一名 我很厲害 跌下來不敢講 對不對 那種都是下山爛 我講難聽一點 那些老師都是下山爛 你真的要有一個誠實的心 你說 像為什麼我說你真的要買台積電跟聯電 我還是選台積電 那當然台積電比較慢 那你就買 比如說對不對 金財 現在比較低的就金財 還有8027 前陣子創意都漲上去了 對不對 我也叫你不要碰 四星也漲上去就不要碰 對不對 甚至六七八八滑行店 我們也做過一小坡 對不對 小賺完就不要碰了 先看一下 因為他們都漲過了 但是你說對不對 這個呢 這個後面的故事還很多 這個呢 這個未來你說高階的封測不重要嗎 很重要好不好 台積電除了自成萎縮以外 還要高階的封測 這個才是你可以反敗為勝的東西 真的你自己要去想清楚 你說今天航運股這麼弱 我也想不到 說真的 昨天他們收的都還可以 對不對 昨天都收的還可以 這個 破機先之後有小星星 這叫小星星 對不對 理論上你如果今天放量的話就上去 竟然今天開高之後就殺下來 對不對 今天開高之後就殺下來 就殺下來 那怎麼辦 對不對 明天就只能有出量來化解 明天就出量來化解 這個東西就只能這樣講 那你說看KD KD是來到D檔沒錯 但是D檔也會鈍化 你看前陣子 每個在拆底的時候也是要KD交叉 真的是買點嗎 不是吧 對不對 你這邊買 這邊買 這邊買到最後還是破 對不對 這些技術指標就是這樣 技術指標它只能參考 它不是很準的東西 它只是一個參考 你還要關乎產業面籌碼面 所以你說真的 來到這邊我會覺得你 明天真的是關鍵 你真的要好好處理 這三支股票 那萬一他們再落下去 又來回到這邊 真的你就很尷尬 因為來到這邊 如果都來到這邊的話 就會比較尷尬 這條是年限對不對 理論上 理論上來破的年限 它是會反彈的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搭配盤式 因為畢竟真的 利多不漲都是不好的 股票最怕就是利多不漲 你利空下跌 或者利空不跌 其實利空下跌還好 利空不跌是強 對不對 但是你利多不漲 那就麻煩大了 我本來以為長榮陽明 對不對 營收12月有業增 有業增還不錯 12月去年12月營收有業增 還不錯對不對 但是補價沒有 不是想像中的搶 不是想像中的搶 這點你自己要清楚 就是說 又太多老師在講 對不對 低檔的時候沒人敢講 低檔沒人敢講 所以他就談了 等到彈上來了 一堆老師又萬台長榮陽明 對不對 又開始 就在吹牛 那現在呢 現在呢 所以有時候股市就是很現實 股市就那麼現實 當散戶心死的時候才會漲 當散戶瘋狂的時候 他就是完蛋了 這就是一個頭部的現象 對不對 什麼時候都一樣 那時候天獄的時候 我也說 當你看到天獄長得比何一還要兇的時候 對不對 這邊天獄長得比何一還要兇的時候 你對他還有什麼期待 他就該死了 講難聽他就該死了 我有沒有叫你這邊全部都要賣 對不對 他就該死了 你看 所以真的啦 阿炮老師跟專業的老師差很多 那也希望你們真的阿炮的老師 不用再去看了 因為看其實會害死你自己 那專業的老師的節目 我想你應該可以分辨得很清楚 那我不敢說我是神啦 但是我至少我看的產業 我看的未來 我看的盤勢 一定 不敢說是市場第一名 但是應該沒有人贏我啦 我只能這樣講 你說追股票大家都會 你要追股票好的盤自己去追 我都沒有意見 但是盤不好的時候你就知道 對不對 追錯股票了你就痛苦了 就是這樣嘛 所以為什麼我說我寧願不要去追股票 我寧願買低檔的 至少說你低檔未來都還有機會 你去買高檔的 我講難聽一點 你現在天獄怎麼辦 對不對 這邊又去 這邊前陣子有很多人講天獄 對不對 報紙很多利多 現在怎麼辦 底下這邊怎麼辦 還有很多人套在這邊怎麼辦 你說真的 這是不正常的漲價 這是不一樣的 就跟這個一樣嘛 這個也是疫情起來的嘛 那你真的要好好處理 那如果說 你需要幫忙的都歡迎你啦 打電話來做個一個諮詢的動作 至少如果再落下去 你應該要調一些啦 做一些換股的動作 比較有機會啦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好不好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那你不聽我也沒辦法 我真的沒辦法 但是我希望說你能夠少賠就少賠 先少賠再尋求反敗為勝 這是在股市裡面的道理 先求生存 你才能夠再賺錢賺回來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好不好 那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都歡迎來電話 祝各位超市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小燒 可不可以 再選擇 我們可以 解決 一下 水 心 海